天雨路滑意外频传 在宜兰县一辆休旅车 与白色的自小客车 行经闪红灯路口都没有减速 高速碰撞 冲击力道太大 其中一台车失控冲到了对象车道 撞击停在路边的自小客车 还好两位驾驶送一之后 都没有生命危险 而在南投荷欢山公路 则是有满载高丽菜的货车 天雨路滑急弯失控 侧翻擦撞山壁 整台车横躺路边 下着雨闪着红灯的路口 两台车车速不慢 下一秒 经过路口没减速 休旅车360度转了好几圈 这一撞 白色小客车冲到对象车道 高速冲撞停在路旁的另一辆车 白色小客车车尾被休旅车再追撞 现场零件玻璃碎满地 可见撞击力道非常大 事情发生在20号晚间 宜兰县三星路与农易路口 警方货报到场将两台车驾驶送一 都没有生命危险 双方九侧值为零 提醒民众行进闪光耗置路口 应先停车再开 天与路滑意外南投也有一起 一样大货车横躺在路边 山坡和路上满是高丽菜 原来就还载满高丽菜的货车 23号凌晨行进南投 仍爱乡和欢山公路时 疑似长途跋涉精神不济 加上山区天与路滑 击弯失控 侧翻插撞山壁 索性驾驶没有受伤 也没有波及其他人车 雨天视线不良 行车时一定要放慢车速 注意安全 记得众和报道